正因为万事万物都在变动中 所以我们也要懂得借尽修行 众生皆无置信 一切万物都是因缘所生 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 花开花落世际变化 人聚人善 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这就是无常 所以我们应该凡事莫强求 一切当作随缘想 更是要把握去好好的时间去修 类似是这样 就是我们要去思维生死无常 或是世间的无常 那好好的珍惜这些 例如说我们可以修行 例如说我们说狭满人生 去做一个羞耻 这是你要依这个境 去思考这些道理 那另外一个方面 可以去忏悔 譬如说我们有这个贡业 为什么造成疾病 例如说杀生 或者是说众生的嗔恨性 例如说一些贪嗔痴 那导致你的瘟疫 它就有一种因果关系 然后或者是一种恐惧 无常代表改变 我们的每个念头 每个动作都会带来一些变化 我们的身体一直在不断 细回的变化着 我们的心事也随时随地 在转变当中 面对每个外境 更要借由这个机会 去修行 自我提升 十方新闻归文 许建议高雄采访报导 我们的心事也许建议好